今天佛陀带着僧团要到社会国去说访 那么这个时候他要进入社会国之前 五百个天人就一先化成清洁的工人 到社会国去把所有的脏东西全部清干净 天人化成清道夫 把街道旁边的垃圾全部清干净 来迎接佛陀的到来 当然那些国王大臣 姬氏也到了道路去迎接佛陀 那么佛陀带着这个诸位比丘 就很庄严的安详的慢慢的走入社会国 这个时候有一个婆罗门 他本来信奉外道 他看到佛陀的向好以后 他就突然间讲一个祭奏 他说见佛心永业 我看到佛陀心很欢喜 忧者皆消除 所有的烦恼都消灭 忧者皆消除 永度生死海 因为见佛的关系不但是灭业障 而且能够咬生死 其手李大安 我很自诚的顶礼佛陀 他就讲完以后 他向佛陀拜下去 这个时候因为很虔诚 赞美佛陀又礼拜佛陀 这个时候佛陀就从口中 放出五色的光明 然后绕身体三杂 最后又回到白豪里面去 那么佛陀放出光明以后 这些三二道的众生 比方说畜生道 看到以后 他就当下就从畜生道里面的业障 就解脱了 那么诸天人民 看到佛陀这种光明 都发的菩提心 这个时候佛陀就走到 这个婆罗门面前 给他授记说 你因为赞美佛陀 顶礼佛陀的音言 你三十小节当中 不受善恶道的痛苦 天上人间 而且得到人的果报的时候 因为这样的善根 而成就peaceful 所以说 在经典上说 我们跟佛陀的庄严 接触的时候 是见闻不空过 这怎么回事 我们解释一下 在偶尔大师说 我们能够跟佛的功德 接触 叫做不失意的心意 在修行当中 经常跟佛功德 接触的有两个宗派 第一个是密宗 一个密宗 他在观那个坦卡 观上师的这个庄严相 观那个喝礼 种子制 那么第二个就净土宗了 直接把佛的功德 直接引到我们的信中来 如染香人 生有香气 是者名为香光庄严 所以在 在净土宗里面 跟这个密宗 他很强调这种 清净法界的欣喜 就是说 我是一个夜战凡夫 但是我修皈依 我把佛的功德 把它引到我的身口 一个心中 运转以后 产生灭二身三的效果 但是有一个条件 你要把佛的功德 引到你的心中 你必须要尊重传承 他有修习的次第 你要照这个次第做 只有佛陀 能够宣扬佛陀的功德 你看阿弥陀经 为什么无人自说 欧欲大师说 没有人有资格问嘛 佛的功德 只有佛陀知道嘛 谁有资格问这个佛 极乐世界的功德专业 谁有资格问呢 所以没有人知道 没有人 没有资格问 所以佛陀只好无问之说 各位你看看 只要是修行的道理 一个凡夫 我要修什么样的法门 让我慢慢的灭二身三 讲道理的 你看看大乘经典 说的人啊 多的去了 不一定是佛陀 摄地博尊者也讲几句 虚普体讲几句 文书菩萨讲几句 佛陀说 如是如是 佛陀都可以印证 讲道理啊 那很多人都可以讲出来 但是讲极乐 讲佛的功德的事项 没有一个人有讲话一定 因为这个是 这种不可思议的境界 你没有曾经拥有过 你有资格讲 没有 你有资格开方便门 是真实相 你看看 你看看阿弥陀经 你看看本经 从头到尾只有佛陀宣说 没有人敢讲半句话 因为只有佛陀 策证诸法实相 他才可以从空出甲 开方便门 是真实 引导众生 慢慢的进去到 他的领域去 等觉菩萨都没有资格 去宣扬佛的庄严 没有资格 所以一旦是赞美佛陀 庄严的经典 你打开看看 菩萨没有一个人讲话的 没有人讲话 就静静的听 因为只有佛陀 有资格开方便门 所以 就静静的听